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很開心的Empty's Topic 然後呢 今次我就存了這麼大箱 裡面應該都有30至40樣產品 所以我們時不宜遲馬上去片 首先就有四盒面膜 我手上這四款都是來自萬壽雷敦的 分別就有盧匯補水 櫻花礦氧 還有玫瑰味 玫瑰味就有兩款已經用完了 這款我覺得比較適合春夏天 敷完15分鐘之後 臉都會有那種很保濕 然後軟軟軟的感覺 然後呢 如果是四季包上秋冬天 我都喜歡的 就是這款盧匯補水面膜 它的保濕度真的十分之不錯 如果我是前一晚敷完第二天起身化妝 真的感覺到有個分別在 面膜紙方面我自己都很喜歡 是那種滑滑滑滑 偏向薄身 然後透透的纖維質地 平時如果真的想不到要回購什麼面膜 就會選它 然後呢 就是在每條Empte's片 都一定會看到它的韓國面膜 SMTS 都是在我之前做Facial那間店可以買到 它的保濕力 比起一般的開價品牌 是真的強很多 所以我真的皮膚最壞的時候 才會拿它出來用的 用完它之後 我就不會再加精華又或者乳液了 直接塗一層cream 就可以去睡覺 第二天起身 會看到皮膚很亂 很滑 然後狀態回來 爆皮的位置 都修復了很多的感覺 精氣的眼望 如果是有走開Donkey 或者以前年代 去日本的時候 就會很喜歡買它 那時候在日本用 覺得整天走完街之後 晚上想睡覺那一刻 戴一塊上去 會好像很舒緩 很舒服 但是呢 最近在Donkey再買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太喜歡 第一一開出來 它的香味 這款真的太厲害了 好像有很多香料 供進入你的鼻子 第二就是現在再用它 以前覺得很舒緩 暖粒粒那種感覺 就覺得一開始太厲害了 然後過了一會 都是睡不著的話 它就會整塊冷了 所以這款我就不會再回購了 這兩支 又是Empty's的老朋友 通常我的Empty's片 一定有它們的出現 真的用了這麼多年 無論是開架 又或者是尊貴的眼唇卸妝 也是覺得它CP值最高 然後使用感都十分良好 不會說葉眼 又或者用完之後 眼睛好像蒙了一層油在那裡 卸妝能力也很好 拿一塊化妝棉真的浸濕了 然後搭到眼睛 大約過15-20秒 然後一抹 基本上眼妝都會走光 所以這款依然都是無限回購的 然後另外一款 就是自從疫情以來 我都挺喜歡用卸妝水的 在疫情期間 臉可能出油多了一點的時候 就會覺得用起來真的很清爽 而且這兩年用 都已經沒有那種越麻越乾的情況 除了當它卸妝水之外 春夏天有時起床 我都會用清水洗臉 然後我就會用化妝棉 再加它整臉輕輕地擦一次 然後就會很清爽很乾淨 後續就可以立刻上精華和防曬 然後就有一個body wash 這款其實我自己試過它紫色 還有用的是粉紅色的 就是韓國的on the body 這款我覺得它的狂香能力 是真的比起其他開架的沐浴露 會再做得好一點 還有瓶身也很漂亮 洗澡的時候 就會整間都充滿著它 泡花香味的 但是它的持香能力 我覺得又沒有它說到 24小時那麼誇張 通常都是洗完澡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就會沒什麼味道了 就有一款洗頭水 就是之前和他們合作過的Grow Us 這款其實是給男生用的 但是春夏天用呢 我覺得真的很爽 首先它洗完之後 頭皮是非常乾爽 而且我用完它 通常我都不會再下護髮素的了 直接出來吹頭 都會有一個挺柔順的效果 還有它那款的頭皮磨砂 都是挺特別 還有挺好用的 但是它出貨方面 有些觀眾反應就會比較慢 大家就可以斟酌一下 洗面泡泡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街買到的版本 和我手上這款會不會是一樣的 因為我之前是因為眼睛敏感 所以去了體醫症 醫生就開了這款洗面泡泡給我的 真的超級溫和 因為那一陣子的眼睛敏感 用很多的洗面產品 一用下去都會有一種醃眼 刺眼的感覺 但是這款用它第一下上到眼睛 已經沒有任何痛 或者清潔力方面 以它這麼溫和的性質來說 我覺得都算OK 整天眼或者嘴 或者臉都很敏感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這款 另外一款的洗面泡泡 就是來自B-OLED 這款我覺得都挺有驚喜 因為洗面泡泡 如果它不是特別是 說說溫和 又或者是藥酸性 有時候都會挺乾的 但是這款用完之後 是完全不覺得乾 如果大家同樣 都是用Foreo那部洗面機 就會覺得洗面泡泡是真的超級方便 因為一支出來就可以立即開機洗 這款的洗澡液就是威老士 自己真的不太喜歡它裡面那種 乳木果的味道 每次用它洗完澡 都會覺得自己身上的味道怪怪的 消毒噴霧 這兩款就是風沸清 我都會用來噴衣 或者噴沙發的 香味方面我覺得是OK的 它不是特別香那種 但是也不會特別攻備 好像滴露那種 而另外一款的消毒噴霧 就是之前都介紹過的 這一款都是來自日本的 如果平時走開Donkey看到有 我都會買好幾支放在這裡 因為它可以消毒 而且味道方面都非常不錯 我覺得是比較香的消毒噴霧 如果你是吃了一些大味的東西 回家裡 例如串燒 例如打火鍋 一噴了它之後 它味道就會立即沒有了 家居用品 就是在Donkey買到的這個洗淨 一盒裡面 就會有幾粒獨立包裝 然後開完出來 就有一個圓的東西 睡覺前就扔一粒去洗淨 第二天一下沖洗淨 就會覺得洗淨乾淨很多 另外還可以脫裙 脫尾 每個星期可以用一次 然後就可以看到 我手上這一大堆的BB ring 絕對是我人生最喜歡的Dakon 你看到是很多盒 然後不同顏色 用完這麼多之後 我最喜歡都是粉紅色這個 也是我今天眼睛戴的一對Kon 你看到它是不算很誇張 只有輕輕的放大效果 還有有一種日系的清透感在 無論是化淡妝 素顏 又或者化濃妝 用它都是絕對OK 平時的照片 或者片 只要我不是特別戴灰色 又或者是淺色的Kon 我都一定是戴著它 通常拍片 我都一定會戴著它 自然放大精神的效果 還有它的使用感 是真的超級舒服 有時候出街 久了 可能真的過了10個小時 都不會有一個小時 想立刻拔對Kon 下來這麼辛苦的感覺 不會乾 不會黏 Rafia這款 又是我自己很喜歡的自然款 因為它的直徑不會很大的 還有使用感都非常之好 但這款它的紋路方面 就會比起我現在戴VV-Ring 這款再出一點 這個是Reach N 就是一個新來到香港的牌子 戴了它幾款之後 我自己就不覺得它是特別舒服的 還有有時候都會選了一些直徑比較大 例如這款是14.5 可能真的要誇張一點的妝 才可以搭配到它 另外這款也是Reach N 那我就覺得花紋不算特別特別漂亮 但也有一種清透感在 如果也是想試Reach N的話 就可以試試這款 因為它的框沒有一開始 剪粉紅色這款的框那麼實 還有它的花紋我覺得也比較漂亮 Old Lens出的有兩款 我自己也挺喜歡 這個就會混血感重多一點 而且感覺也是自然的 不會帶上去好像白內障 如果那天是比較歐美系的妝容 就會想搭配這個 粉紅色盒這款 框比起剛剛那些就會再實淨一點 所以放大效果也OK的 但是因為它的直徑只有13.1 不會太過放大 眼睛很誇張的效果 最後這款的Candy Magic 算是放大效果 比較厲害的款 我自己最喜歡和最常會用到的 因為它的框 其實看起來也不是超級實質的 如果那天是要遠景去拍照的話 我通常都會選這款 因為這隻眼神的效果是會最出 而且它也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妝容 下一樣就是Toucher的精華水 算是這兩年紳士的精華水中 自己也比較喜歡的一款 首先保濕度是十分之好 用完它之後 只是上一層很輕身的精華雨液 就已經OK的了 如果不心痛的話 用來濕敷是效果超級好 敷完臉是脹黏黏 水暖 很滑 還有堅持用完整支之後 我覺得皮膚的細緻度和Smooth的程度是有分別的 Lancum的極光水 這款反而我自己用完就沒有太多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有少少拋光的感覺 但是用完整支之後 都沒有覺得皮膚有很大躍進 又或者那批皮膚狀態是很好的感覺 Empty Spin一定會有我最喜歡的ANR 一支大的一支小的 細支這個其實就已經是上一代了 新一代就會是玻璃樽身 保濕效果會更好 健效的速度也會再快一點 平時還有很多精華會試 所以老實說 就沒有一年365天都在用它 但是有些精華試完之後就會覺得糟糕 又或者皮膚的狀態覺得沒那麼好 我就會立即推它出來 大約用5天左右 皮膚的狀態就會立即升上去 無論是飽滿程度 彈性又或者細緻的程度 用完之後都會立即拉回來 人生裡面皮膚最好 最巔峰的狀態 通常都是在用它 所以就算我不是每天在用它 總有一兩支要放在家做backup 另一款人生不能活有的精華 就是Clarence的double serum 由它的香味 去到它做出來的感覺 自己都是超級喜歡的 尤其是我是乾性皮膚 在秋冬天 是用它來調命 無論上多少層的保濕精華都好 都不及用一層薄精華 然後再蓋上去 整個面的狀態就會好像發光 超級柔潤 然後乾性皮膚是會超級喜歡的狀態 如果有一陣子沒有用它 早上起床看到臉是爆皮 然後整個狀態很差 可以試試用它 然後加少許容量 整個臉按摩大約五分鐘左右 效果是好的 出去做肥皂 所以這款是我秋冬天 一定一定一定不可以沒有的產品 也很喜歡春夏天用到的Caudalie精華 這款我覺得如果是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女生 應該會很喜歡它 使用的感覺是非常之好 上臉是很舒服 完全不會焗住 吸收得很快 但是它的保濕滋潤效果在 尤其是我是最喜歡早上妝之前去用它 塗一層很薄的水 然後再加精華 就可以立刻塗防曬 整個妝這樣出來 是會又貼又持久 然後負擔很輕身 這款如果是油性皮膚 我覺得你應該都會很喜歡 還有一款的卸妝水就是 是肌然極潤的 其實買它我就是最喜歡它這個泵頭 放一塊化妝棉下去 然後按兩按就可以浸濕了 但是千萬不要掉它落地 因為這一支我掉它落地之後 泵頭應該壞了 所以變成我每次用的時候 就要這樣扭開 然後倒出來才倒到 清潔力方面用下去都覺得不錯 大約六塊化妝棉 就可以抹乾淨面上的彩妝了 用完之後就不會特別乾 還有清爽的感覺都在 First Day Beauty的洗面膏 好像我之前眼睛一樣 用它都不會特別刺激 不會特別拿 比起其他的洗面膏來說 算是很溫和的 它是平時沒有線沒有乾 你可能覺得它不算是一款很特別的洗面膏 但是當你敏感的時候用 就會覺得它用得很安心 和很溫和 然後就是一款Rion的哨口水 它不算有特別厲害的薄荷味 入口也是很普通的哨口水 但是如果喜歡Rion的話 就可以去試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FACTIVE裡面超級喜歡的一款雨液 就是P&A ONE 它們就是香港一個本地的護膚品品牌 之前也試過它們很多不同的產品 都是好用的 而這一款的雨液 就特別是敏感的時候 整個鼻孔狀態好差 可能有爆皮 爆暗粒 什麼都爆出來的那一刻 就可以用它了 它真的做到一個鎮靜舒緩的感覺 還有使用感是十分之好的 質地方面是真的很薄身的雨液 推完上面之後 很快就可以吸收了 而且它也會有少少的油潤感在 如果你是敏感性的皮膚 就可以放進你的皮膚品牌 作為一個穩定皮膚的功效 它是做得很好的 這個就是Ingredients的花水 它裡面的成份 其實都已經排在這裡給你看到 所以你也不用怕 它裡面再加了一些不好的成份在這裡 噴頭方面也做得很好 一噴出來就是很細緻的噴霧 所以就算是化完妝之後 你補一層也是完全OK的 不會弄回妝 這個就是La HodgePosay的一個防曬 其實它們的防曬 我想很多人都用過 都覺得很好用 我用這款還有一個潤色效果 曬度數方面就有SPF50加 PA4加 其實如果平時我不是特別 要外出拍照 我都蠻喜歡用一些潤色的防曬 加一層很輕身的碎粉 就已經可以出門口 尤其是夏天去沙灘的時候 都不想有多層粉在臉上 又或者怕容妝的時候很尷尬 那我就會用這個方法去 就算要拍照 其實整個皮膚狀態都會覺得不錯 很有氣色 然後有提亮了的效果 有一支Tom Ford的眉筆 其實我是用了大半部分 最後是斷了的 那這款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一個 自然的效果 還有你都很喜歡這些斜角的形狀 因為它勾微微的時候 是可以很容易就勾到一個漂亮的curve出來 跟它用平價的brand是真的感受到分別的 它的垃圾會好像沒那麼重 而且畫出來是會霧感多些 好像用了眉粉 那這款我都推介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然後就有一個面霜 那這款就是Skin Food 如果你是18-25歲的女生 應該都會很喜歡去用的 因為使用感是真的十分之不錯 不會太過黏 然後做到基本保濕瑣碎 陣陣皮膚的感覺 還有兩款的洗護產品 首先說了這個洗頭水 剛才用完之後我不是特別喜歡的 因為洗下去的感覺就不是很清爽 而且用完它又不覺得特別滋潤或者保濕 我髮型師推薦給我的一個髮膜 但是因為我自己都很懶 我就沒有真的當它是髮膜 包了保鮮紙那種 都是用三分鐘洗走它 收護的效果我覺得是十分之不錯 而且洗完之後的保濕感都很重 我每次來M都會吃到的UV止痛藥 其實小時候就不敢跟大家分享止痛藥這件事 因為有些人說吃完之後 下次來M的時候會再痛一點 但是我真的吃了它大約有三年左右 每次來M頭一兩天最痛的時候都會吃它 作為一個由第一次來M到現在 每一次都會痛 無論吃不吃紙痛藥都一定會痛的人來說 我都很認真探討過 歐美又或者韓國日本的女生 來M那時候好像不用戒口 或者有很大的不適 其實他們都是直接吃紙痛藥 我覺得無謂難為自己 如果真的痛的話我就會馬上吃 而且吃完之後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就會完全不痛 不用再亂在床 不用再抱著暖水袋 行動是至於的 Mai E還有一個消毒噴霧 這款我自己也不太喜歡 因為用完它之後 我覺得手好像都很黏黏的 應該有很多比它更好的選擇 最後一件就是一個蠟燭 我都真的蠻喜歡這款味 很有質感 好像有少少咖啡味在 但又會偏向草本和彈紅一點 會覺得很舒緩 而且整個空間很有格調 很有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暫時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記按我的channel的鈴鐺 我出了片 第一時間就可以通知你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